在過去我們說很多台灣男性 過了失婚年齡 可能會找仲介 希望可以娶越南新娘 不過薇良 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在轉變 因為越來越多的越南女性 他們不想要嫁給台灣男性 想要嫁給韓國人 對 現在其實 如果要娶越南新娘 那不僅是說成本也提高了 因為價格也越來越貴之外 還不一定有錢就取得到 像網路上就有一位網友分享說 他的一個親戚 因為超過30歲 那透過仲介去娶越南新娘 可是前後卻花了兩次 然後總共120萬 為什麼 第一次這個 差不多已經準備要結婚之後 這越南新娘還突然悔婚了 可是你當時都還花了這個機票時數 特別去越南準備要迎娶 那後來第二次就 真的是有娶到了 不過光是每個月要付給 這所謂越南新娘的養家費 也比第一次漲了一倍 因為物價高漲 通膨 再加上越南這幾年 經濟成長率也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所謂的一個養家費用 也要等比例的調高 所以其實現在不只是要花錢 那根本上 因為其實有很多越南新娘 他們心裡懷抱的夢想 是想要去嫁給歐爸 想嫁給韓國歐爸 那看戲劇的部分也是要追韓劇 那其實現在越南的韓風 就非常的興盛 不管是男生女生 其實年輕人 現在都很喜歡聽韓國的流行音樂 比如說這個BTS 或者說Blackpink 這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全世界知名的 那當然追韓劇的部分來看 其實當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浪漫情節 因為大家覺得那個好像就是 把韓國真實的生活縮影 放到這個戲劇上面 所以大家就有很多的憧憬 那甚至就是說 大家在一般越南路上 看到年輕人的打扮 或者說他們的飲食 文化習慣等等 其實都越來越充滿韓風 包括現在很多的越南年輕人 他們自己的偶像也是 也希望就是把自己 從髮型甚至妝容的部分 就比照像韓國的花美男一樣 當然老一輩傳統派會覺得說 有點不男不女 那其實講到 我們對越南女生的印象 你應該覺得就是說 除了很清秀之外 最主要就是那個皮膚都非常白皙 大家覺得東南亞很熱 天氣這麼熱 你為什麼皮膚還可以這麼白 奇怪 越南明明也是熱帶 那怎麼這個膚色就不會像 泰國菲律賓一樣 原來是他們特別注重 就是保養自己的皮膚 然後美白 他們很注重防曬 我們知道 越南明明天氣很熱 但是其實主要的 這個代步工具 交通工具就是騎摩托車 那你夏天騎出去 照理來說 好不容易可以通風一下 可是你看 幾乎每一個騎車的 尤其是女生都把自己包的 密度通風 連她的狗 她都不想讓她曬到太陽 那開車族也不例外 因為這個還怕 陽光還是會斜色 對 不要戴袖套 還有那個所謂的防曬面罩 還有人可能就自己自製 DIY整套的防曬工具 把自己都包起來了 那他們其實除了注重美白之外 其實也非常的流行去做整形 因為在越南 其實你如果能夠整形 然後把自己整得跟寒風 一樣的美女 或者是型男一樣 這反而是一種財力 跟你的地位的象徵 對 那另外來看的話 現在越南也非常流行學韓文 基本上估計在學韓文的人口 至少超過五萬人 而且有很多很多教韓文學校 這就像早期 這個港星來台灣 四大天外很紅的時候 我們也都在封著學廣東話 是不是 所以同樣道理 文化的影響力 不過說到越南跟韓國之間 當然也有很多的經濟 跟貿易上來往 其實現在在越南當地 他們也很多都到越南設廠 幾乎你想得到叫得到的 對 全部都在越南 韓國的一線大廠都在越南設廠 很多台廠也是 不過在越南當地 現在投資金額最大的韓國公司 也是全球最大的投資公司 就是三星 三星它其實有三成的手機 是在越南的市占率 其實是非常高的 除此之外 全世界的韓國的三星手機 大概一半是來自於MIV 越南生產製造 所以他不僅在當地生產 也賣給當地 然後賣到全世界 所以投資金額 已經來到兩百億美元以上 當然除了說這個越南新娘 現在比較想要嫁給韓國男生之外 他們包括連男生 如果出國去打工的話 外籍移工現在如果可以選 他們也寧願選擇在韓國 不是在台灣 其實越南移工 在整個亞洲打工這個情況 大概分幾個階段來說 在2018年以前最喜歡的地方是台灣 但是在2018年以後 開始跑到日本去 那接著又在這幾年來講的話 逐漸移往韓國 為什麼呢 我們先講 因為你現在如果 以移工的角度來看 最重要就是收入 收入要高 那因為你到韓國的農場 去打工的話 現在月薪 差不多可以來到一千五百美元 這個是比日本高出一倍 那因為韓國他有限制 如果是這個移工來打工的話 只能開放在製造業 建築業跟農木業 所以相對這幾個產業 這個對於移工的需求就很大 對於台灣來看 因為我們的製造業 過去用最多的移工 是來自於越南 那如果一旦出現缺工 跟能力成本上升問題 影響到台灣 對 台灣的長期的製造業來說 可能也是一個考驗 好 我們先收集一下 稍後來看到 在2020年曾經造成 大家說這個史詩及軋空的 迷英谷GameStop 現在兩天又快速的飆升了兩倍 那麼在這一次的強勢回歸 會怎麼樣影響到金融市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了解